1867年3月25日 英国军舰卢慈号早上从达狗港出发 来到福尔摩沙的最南端 进行罗妹号船员的搜救行动 此时这些船员已失踪十多天 英方先派遣一位汉人通义前往沟通 避免惊动到当地的原住民 为了给通义多一点时间交涉 卢慈号虽然在下午抵达南甲海湾 但直到隔天才开始登岸的行动 自现场的一名英方人员留下了一段募集记录 在9点上上的明天的26日 既船员和伎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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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了以审栺哟预 без损缘 请 look out for any hostile movement 仗实到底 hing言 先nt落很静 一个喜 believing 永远延伎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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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ient 武門派人,华頓有警察, 身上是早上方的一艘 破壞危機igen中堵成 而其佈光的狀態 中堵不停止 他的狀態 的兵人在山上 所以是有爆兵的 和蔡烹血全被解除 在一切被划算, 被划算划算了 一切被划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少在一家以上的南中国通商口岸报纸 持续刊登高额赏金的巡人广告 希望能得知船长夫妇的消息或遗体下落 而船员最后的行踪是在台湾的南端登岸 从此下落不明 这一条我们现在在走的这一条路 它是以前从那个牧场的办公室 那边要通到古阿鲁的这一条 它有很多延续 它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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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曾敏吉先生是屏东墾丁舍顶人 以前的老人家告诉他 羊角石是用来眺望部落周边环境的前哨站 如果有陌生人靠近舍域 他们就在羊角石上做信号 通知部落里的人 我们要到了 我们快要到 好像说二十次了 可以吗 卡住好像是那个要讲 快到了 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品种不可以高了 长太高抱砖 来 找到了吗 可以了 终于到了 二十一次 第二十一次 可以吗 很喘 你还坐到这次 哇 这个景色 你看下面 下面啊 平台 不用怕 这个啊 这个平台 你洛杉风很强 下面没有风 我说我都坐在那边 他们的那个事件就是在这个点 这个角有没有 那边有山茹椒 石头这里 眼前这片海域正是罗妹号船长 与妻子的葬身之处 他们与其他船员在墾丁沿海登岸后 遭到了当地的原住民攻击 一共有13名死亡 当时西方国家经历工业革命 伴随着原料与商业市场的需求 具有蒸汽动力的帆船 与传统风帆 同时大量出现在东亚海面上 美国在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 经济与工业迅速成长 随着太平洋铁路的完成 逐渐对东方的商业利益感到兴趣 这艘罗妹号很可能是当时流行的 飞碱式帆船 它的速度超越早期轮船 主要用来远洋航行 让美国往来东西太平洋的帆船贸易 更加蓬勃 罗妹号船上 当时可能载着高价商品 如丝绸 茶叶 或是接受中国商人托运的货物 而航行在东亚海面上 可是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船难呢 很可能就是受到当时 因为季节风跟当时黑草 冲走了他们要既定的航线 就到了七星礁那边 七星礁本身那边的海流特别强烈 而且这个礁岩又多 所以说不定就是在那个时候 触碰他的礁岩 船只就破裂了 在帆船时代 船难事故其实很常见 外国船员漂流到台湾岛上 遭到杀害也时有传闻 而这也造成了这群福尔摩沙南部的原住民 在十九世纪西方人笔下 有着恶名昭彰的野蛮形象 我认为最关键的一个原因是 来自于1851年 看载在中国重暴的一则报导 有一艘英国籍的船只在 恒春外海遇难以后 曾经遭到当地的原住民的攻击 那这一则报导 藉由各种媒介 看载在当时的西方的报刊媒体上 那影响了当地的赌者 那我觉得这是导致当时的西方人 对于恒春南甲一带原住民 普遍印象不价的一个很根本的原因 但这起美国与台湾的民间传难纠纷 却引发了一连串的国际冲突 而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人物 Charles Lejonro 是一位法裔美国人 和名为李仙德 1866年派认为美国驻厦门领事 因为同时间 离美国在台湾的外交事务 为了处理这起罗妹号事件 至少来台八次以上 从此与台湾有了密切的关系 而关于罗妹号船员 遭到原住民杀害的事发经过 李仙德在书稿中是这么叙述的 处理老胡 gere 弦的古代韩博客 要找利也划 处理子 准备的感情感受在公司的图案 明月十月十月十月 海洋美式的船舟 从山沂到新山 受到山沂的荷尽 当船长的船长 船长的船长 被她拒绝了 和他的船长的船长 他們分成兩組, 一位船長,一位女士, 一位船長在一艘船上, 一位船長在一艘船上, 一位船長在一艘船上。 他們不放鬆, 但是在夜晚, 他們變成分離了。 一位船長在17時間上, 和其餘船長在一個小壁 似乎相似的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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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雅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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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the party to Chung Cheng. The Aborigines, not being conversantwith Western ways, did not at first discover from Mrs henstress that she was a woman, but inferring from the fact that she had commissioned their countrywoman to go after her guide and had paid her money that she was a man on the chief of the party.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名生还者是广东籍的汉人船员 他逃刀打狗向当地官府通报 事件就此爆发 而他的证词也被报纸刊载出来 我们比对报道内容与李仙德的记录 发现这些船员被杀害的时间点 有不一致的描述 李仙德写道 杭特船长以及另外两名白人船员 都在保护杭特夫人的过程中丧生 也就是这四人同时间遭到杀害 而在生还船员的报道中 第一艘先登岸的小船 白人成员有杭特船长与他的妻子 以及二父 这三人在下午的攻击中丧生 而第二艘小船上的白人大副 是同天的晚间才登岸 李仙德对于罗妹号事件的认识 是他在三个年度间 来台汉原住民的谈话中推论而成 而唯一幸存的汉人船员 也是仅存的现场目击者 他的证词与李仙德相比 谁比较可信呢 为什么只有留下一个广东籍的人员离开 我个人的推设是当中一定有汉人 而这个汉人本身说不定就是广东籍的背景 所以他可以跟广东籍的人员对话 所以为什么就是这个汉人 他可以单独地伙存下来 在李仙德的记录里面 并没有去追究这一块 他甚至也可以去批评说 你为什么丢掉你的主人 那广东籍汉人看到他的主人被杀 他惊吓自己 他说不定很多记忆 他不愿意去 不愿意去回想 因为一旦回忆的话 他要面临到说 我为什么抛弃我的主人 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 这个话要面临更多的克责 所以他会避重就轻 去谈一些 然后尽量去描述原住民如何的残暴 如何的野蛮 这是他本身保固让自己的一个方法 如果我们对于广东籍的汉人 他的一个共词抱持怀疑的话 我们对李仙德的所写的东西 我们是不是更加的怀疑 因为原住民方没有文字书写的传统 当时无法留下文字记录 让我们更接近事件的全貌 若回到相隔150年的事发现场 还能够找到什么样的历史遗续吗 那我们这一个地方 夏天就是还好 但是一到冬天 这个地方就是大家的噩梦了 你看整个泳池 完全都没有空无一人 这个平均风速大概是在八级 正风是在十一级 这样八级的风 大概是轻度台风的底线 那十一级呢 十一级就是中度台风的底线 这种风就是我们这边最有名 我们的特产洛山风 每年十月到次年四月 是恒春半岛的洛山风季节 1867年3月13日 罗妹号船员当时很可能 顶着强劲的洛山风 划着小船在李仙德称呼 Kualut Rock对面的一个小海滩登岸 Kualut Rock就是今天墾丁的大尖山 在他绘制的地图上 也标示有罗妹号船员上岸的地点 粗略比对Google Map 看起来除了肯定的大湾 临近的小湾或船帆石沙滩 也都有可能是事发地点 根据李仙德的了解 那时杭特夫人找来的富人 原本是在谷阿鲁社的原住民 后来嫁到了龙卵社 富人没有照着杭特夫人的想法 去找向导 而是去通知谷阿鲁人下山 当时他们就是从舍顶 下来到海边的吗 这个是大尖山 那然后啊 这一个有没有 这一个就是我在讲的前哨站 以前墾丁村庄跟古阿鲁这边 是有敌对关系的时候 那那边上面都会有的 如果墾丁的村庄那边的人上来的时候 那个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左右两边 然后他就马上那边就做信号给这里 旧部落就在这里 当地老人家说 以前这里一共有五个聚落 现在一般人习惯统称为设顶 黑皮革说的旧部落 指的是位在墾丁国家森林游乐区 跟停车场一带 分别叫北市和中都 这两个聚落临近海边 仰角时又比大尖山容易攀登 所以这三处都是监控山下海域的绝佳地点 说不定当时古阿鲁人就是从这两个聚落 或在仰角时上 看见滑着小船准备登岸的罗妹号船员吧 但文献上的古阿鲁社能等同于今天摄顶一带的聚落吗 最近我套了一张图在至少1904年 1904年的宝图里面 其实已经有一个叫硅子录的 那还有一个叫设顶的 就是它其实那边是有聚落的 至少设顶遗址这边的口谷的理解 其实已经有一些石棺 那还是一个排湾室内藏的石棺 那当然盖子有圆的有方的 那里面其实有一些像墨西哥的钱笔之类的 我们今天要谈到如果说1867年 这个时间点其实是很短浅的 就墓葬是人死掉了埋葬的概念 它就是一个家屋居住生老病死的概念 所以我今天在一个地方居住到死亡被埋葬 在那个土地有一定的时间深度才有可能 那我至少可以确定1904年 日本人保存在车位他们的时候 他们已经存在了 就它当时话的说 也不是当时它才形成 是当时日本人已经看到这边有部落 那你时间再往前推 加上石棺里面的东西可以找到一两百年 也许还要更早 可是无论如何都已经涵盖到我们1867年 罗妹号世界 很轻易地就涵盖过去 过往我们在田野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有采集到就是说 他们有一个生活范围 如果以色鼎为中心点的话 它以西可能会触及到石牛西这一带 以北边可能会到港口西这一带 他们的传统领域到底在哪里 我相信所有的乱笔半岛都是他们的传统领域 英国卢茨号在罗妹号船员搜救行动中遭遇反击 他们立即果断撤离 而在全身而退之际 也对岸上进行炮轰 我们无法得知这场战役 造成了多少胡阿鲁人的伤亡 1867年4月18日 李仙德乘坐军舰首次来台 第一站抵达台湾府 预计拜会倾国地方官员 以及前往传难事发地点进行调查 当时接待李仙德的地方官员 是台湾镇总兵刘明灯与台湾道员吴大廷 他们婉拒了美军协助出兵 惩处古阿鲁人的提议 向李仙德表示会自行搜捕这些罪犯 FUJO 网西文在南京的设计 The wreck of the rover happened not long after Legendre arrived in Ammoy as the new American consul there and when he heard about the wreck almost immediately he went to Fuzhou to talk to the governor general there he asked for help in searching for anybody who may be surviving from the wreck and from the massacre that happened and he expected the governor general 会提供这些帮助 按照天津的法律 那些法律 很明显 如果有些种状态 在美国的船舶 那中国政府 有财务 找到人 财务或攻击 所以他希望 中国官员 能够提供支持 或帮助 过了一段时日 清国官员 竟然转变了立场 台湾总兵刘明灯 与道员吴大廷 收到下属参将 和支县的调查报告后 告知李仙德 罗媚号船员 被杀害的地点 是在生番占据的区域遇害 那里不是清国的领土 因此难以办理此事 这封信让李仙德 倍感失望与愤怒 而清国领有台湾 在同一块岛屿上 为何又有 不属于国家的领土呢 其实李仙德 和打交道的对象 都不是清朝的中央政府 都是清朝在台湾 或者在这个福建地方 因为它是驻向我们领事 而面对的就是福建 啊台湾的这些官员 那福建台湾的这些官员 其实当时候对于这些洋务 基本上采取一种 能闪着闪的态度 这些人说了 中国人的警察 使用了抵制的方式 他们会很公平 和他很坦的 然后有没有动作 其他人说 他们会说 我们做些事 然后他会回应 三月或六月 然后就没有发生了 我认为他得到到他的意义 他却不忍习的信任 中国人的官员 并不是只有总统的总统的总统 在台湾曾经的总统的官员 他对了 这就是很常传的带来的 中国人的总统的总统在沙特的总统 如果有什么总统的总统的总统 所欠的总统的总统 那中国政府不想给他 他们却不直接给他 那是一種很好的方法 在很多情況下是很成功的 在同時,他跟很多中國官員相對 他經常有高的意見 在他的記錄上,他對某些人相對 但他跟他對某些官員相對 他對某些人相對的意見 他可以分析人和政策 現在台灣一直到康熙六十年開始化界風扇 有所謂的藩界,禁止漢人越界到原住民領域 從此以後恆春半島就是放寮以南 是不可以跨界的地方 長期以來,台灣是清帝國的邊緒 所謂的帝國,它不是一個近代國家 所以它對於這個國境線 採取一種比較模糊的 用光譜來說,不是那麼清楚 有一些比較淡的顏色的地方 那淡的顏色就有那麼 不是一刀切的那個模糊的地帶 這個有它的道理在 因為統治有統治成本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盡量的不要到它 需要發揮很多統治成本的地方去 這段環境很像國境線 但是又不是我們現在近代意義的國境線 所以才有一個模糊地帶 當李先德與清國官員交涉不成後 美國政府下令亞洲艦隊前往事發海域 執行清國未能做到的逞凶工作 6月13日曾參與美國南北戰爭的兩艘巡洋艦 航行到墾丁外海 準備對古阿魯社展開報復性的軍事行動 1867年8月24日 美國紐約時報頭版刊出了這場戰役的過程 我指通過責任的leather不錯 查理人要從延長隊架 剪到四十四次飛行 紐約是五次飛行 和四次飛行 滿了大小火 和火 老勤也拿到四次飛行 在五次飛行 有四次飛行 跟八次飛行 以及所有飛行 四次飛行 四次飛行 优优独播剧场—— 美军进行长达四小时的追击 很多士兵纷纷中暑而体力不支 一名海军少校遭到埋伏 胸口重弹身亡 当指挥官下令撤回海滩时 整支部队精疲力竭 在现场作战的亚洲舰队司令贝尔少将 他也形容到古阿鲁人当时作战的外貌 我们走在肯定牧场 如果是红色的啊 他们有可能是这个啦 因为这个最容易拿到 我跟得起来呢 这样 对这个好红哦 只是这里可能就有的是 有哦 这边很多 只要西边就有了 这个很 这个就很艳红 哦 我在讲的大岩山就是这个 这个应该也是他们的前哨战就对了啦 我觉得是这两个啦 他们只写这一个啦 我觉得应该那个也是因为 所以大岩山啊 他刚好啊 看得到猫鼻头 又可以看得到鹅卵鼻啊 以现有的资料 我们并不清楚美军和古阿鲁人 当时作战的确切地点 而当时美军描述古阿鲁人 不断转换战场 边打边跑的说法 是否他们就在墾丁沿海的高丘上 利用地形与密林的天然环境 不断消耗美军的体力呢 就像我们讲一等三角点的那个概念 一等的视野 你上去虽然它不高 它视角就非常好 它可以看很远 要关心外在的环境的时候 总是会有几个点 他们会习惯上去的 六望台的概念之一 这个就是死前人类一路下来 他们的长处就是这样 对环境的熟悉 对资源的熟悉 它一定要提防外敌 它要去确保自身的安全 有的会刻意去做六望台 有的就用天然的 因为尤其我们刚刚一直在讲 就是这个海岸是开放的 所以我只要站上好的点 我就可以掌控 那我来到这边可以掌控这边 我来到这边可以看到这边 我只要几个点跑一下 我就大概知道今天的状况 那我马上就可以采取行动 是怎样掌握 美国人会打书 你知道吗 我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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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我打书 如果从那个那边打 那我就跑给你追 那我都不砍树 那我就人过就好了 我们以前的身材 大概都像这样子 你砍浪费力气 用砖的最好 真的砖不过才砍 或者是你要扔路才砍 陷阱 你以为他会搬住 我们就把他掌握 你把他用得比较多 胡阿露 他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地主 他决定有他厉害的地方 我还在怀疑就是说 那一次美军舰队来攻他们 不会是唯一的一次 他们之前可能都已经有过经验 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外来船只的威胁 只是没有被记录下来 你讲究用当代的文明 来惩罚这个 你心中的一个野蛮 你却反而遭受到一个挫败 就是原住民团界的组织 他们一个战术的运用 我们都没有去讨论 只是讲说他们打败了 这是一个传奇 所以如果说我们从现代性的角度 慢慢去探索了 说不定会有突出我们现在 局限于现在的研究 不一样的看法 英美两国的军事行动 接连已失败收场 李仙德改采外交手段 先向清国官方施压 要求派兵支援 台湾镇总兵刘明灯 率领五百名清军南下 在藩界边境方寮集结 准备在车城押近 另一方面 李仙德又透过两位英国人的协助 通晓中国方言的毕麒麟 和英国商人何恩 渗透狼教内部的人际网络 在各地找寻闽月聚落的头人 当作和原住民之间的居中协调者 李仙德认为 既然清国官员无意治理该地 那就直接掠过他们 找到该地可能最具有权力的 狼教下十八社总头目TOKITOK 进行谈判 因为我们要去想他的北极 他在美国的时候 他不是参加南北战争 眼睛才伤道 所以对他个人的生命经验来讲 战争这件事情 他是非常有经验的 那他当作一个外交官 我想也是有他的外交手腕 所以这一个人真的是 还蛮厉害的 就罗发号事件发生以后 他需求清国的协助卫国 然后他等于是自己进行调查 建立自己的人际网络 因为其实之前毕麒麟在南部 已经是算非常有名 他也就是跟毕麒麟合作 等于是打入狼桥地区的人际权 最常跟李仙德接触的 主要是瑟寮那边的人 那瑟寮那边的人 怎么去跟李仙德说明 十八社的状况 才是最后导致李仙德 要找酌其毒 这个十八社代表 谈判的一个重要原因 瑟寮那个地方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混血儿的大聚落 西方人的记录就是说 从瑟寮跟他的附近 大概有两千名混血儿 李仙德进来 他就知道进到这里 他知道利用中间人 要不然你一个外人 这样直接进到部落 会发生事情的啊 米娅 这位李仙德信赖的向导 曾多次带领李仙德 进出十八社部落 他就是红丽丸老师所说的混血儿 台语叫Toséa 1837年的狼教图记写道 Toséa是敏极人士 与原著名妇女所生下的后代 至于文中的帆覆 是指哪个族群 学者一般认为 是凤山八社马卡道族 他们为了躲避汉人的侵占 十八世纪开始 陆续南下迁徙到狼教和台东 一部分的马卡道族人 就聚居在社寮 当时恒春半岛上 可粗略分为四个人群 车城 是狼教最大的闽南人聚落 宝丽、铜普一带 则是以客家人为主 狼教西南边 是Toséa的势力范围 而狼教东半部 是以狼教下十八社的原住民 为主要人群 一般来说 社寮的Toséa 与车城闽人较亲近 保利客家人 则与十八社原住民友好 双边人群敌对 时常产生冲突 但是主要提供原住民 军火枪支的保利客家人 火药都需要从车城购买 而米娅的父亲 与狼教下十八社总头目Tokitok 有着亲戚关系 双边人群虽然彼此对立 却又有密切商业合作与婚姻往来 形成一种既冲突又互助的共存关系 或许也是这样的背景下 李仙德幸运透过米娅所代表的人际网络 顺利安排与Tokitok的会面 1867年10月10日早晨 李仙德一行人从车城出发 他们在中午抵达出火 现场除了Tokitok 与其他十八社头目 还有约200名原住民围绕在四周 为什么他们杀了我们的国家 李仙德与Tokitok双方带着自己的通议 现场有三种语言做沟通的转换 李仙德一方的通议 负责将英文转译成河洛语 另一方的通议 再由河洛语转译成原住民语 我们也想要做个威力 再由河洛语尤 我们没有言New 这种语言 室内更是在中国中间 无法使得乾燥 我们继续深移 全部同심, 要找我、 我以为你死。 所以, 我们是所有的方法, 无法再掏。 我十分之不愿意忘记 我们不愿意忘记过纪笔 但是在未来, 不准备杀人,你必须要照顾他们 和中国人的中国人 对,不准备杀人 如果一个航空被冒险 用水或其他东西 他们必须不要被拒绝 因为我们的航空和航空 我们的航空和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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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出火的第一次会面 李仙德顺利取得TOKITOK的口头承诺 在南甲海岸登岸的西方外国传难者 只要挂起红色旗帜 就会得到18社原住民的友善对待 史称南甲之盟 而李仙德眼见谈判顺利 就大胆提出在南甲海岸中央搭建炮台的构想 结果遭到立即否决 TOKITOK建议将炮台盖在TOKITOK的土地上 而李仙德也前往大树房一带探勘 决定在附近沿海的高丘上新建炮台 李仙德认为新建炮台除了用来提供传难者避难的地方 也可以威吓古阿鲁人提醒他们必须遵守南甲之盟的承诺 出火谈判结束后 刘明灯撤军北返台湾浮屠中 顺道在车城的一间土地公庙乐史丽碑 以彰显倾国皇威 回顾出火的谈判过程 为什么发生在古阿鲁社域的传难纠纷 最后会由TOKITOK代替古阿鲁人和外国人谈判呢 他真的有代替到吗 这才是我要问的 你懂吗 十八社其实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 那用现在的人类学的一些理解的话 比较像是一个部落联盟 那用英文来说就是所谓的Chieftain 清代文献将封港西以南至俄罗比的恒春半岛 称为狼教夏十八社 主要由斯卡罗与排湾族组成 而斯卡罗有四大头目家族 其中以猪牢术社的权势最强 接着依序是社马里社 猫仔社与龙蓝社 他们分别统领排湾族 平浦族 阿美族等约十八个社群 远从荷兰实在涉及到对外的一些 政治纠纷的时候 在当地的惯例其实是有一个十八社的代表 会去跟外界人谈判 这在荷兰时期的东印度公司档案都会有 那这一些狼教十八社对外谈判的代表 主要由朱老树跟社马里两大社的头目 会作为谈判的代表 那在这一次罗妹号的纠纷当中 卓奇土等于是依循他们过去 部落联盟的传统去跟李仙德做交涉 我一定是语言有办法沟通嘛 或说我有翻译的人可以去跟这些 讲不同语言的人接触 那一般的部落可能他没有这样的人 或是说他就是过他的日子 我过的我这样就够了的时候 我不会去管这一块 可是当我的心思会在这一块去运作的时候 相对来讲我当然会在这个过程里面 透过一些方式也让对方来认为 我是有办法在这些部落里面吃得开 可是这些就算吃得开 他会不会是一个 我们讲的就是说帝国统治的概念也不会是 部落跟部落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微妙 我觉得我们从旧社看起来至少有两个大的提醒 像台湾这边还有另外的就是斯卡罗那边 过去他们刚到了斯卡罗刚到的时候 是有军事的强度的 可是到后来他们的军事强度 其实也不见得像古阿鲁 他也不比他弱啊 搞不好两个打起来古阿鲁都已经快要赢他们了 那他唯一能够好像引以为傲 就是他能够跟这些外面的 可是这些外面就说这就是我很反对 就是今天我们从外面的这些西洋文献 或是从外面的这些文献 来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会认为里面是这样子 那可能一年就是那么几次的一个接触 然后好像我形式上去接收 或是我形式上去收入 我形式上给你东西 可是那个代表什么 如果那个代表说我送你同志 那就错了 他那个东西是浮动的 可是这个浮动还有就是说 他说他是一个大头目的同志 真的是大头目吗 这其实是我要问的 大概27、28差不多 我就很巧合的 就遇到他们有一个年轻人 到我们那里工作 他知道他们有一批人下到恒春的 我们就刚好在聊天 那我说我是熔岩社的 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跟我回部落 你们的祖先是从我们这边下去 然后跟台湾的通风等 就好啊去看看啊 我就跟他回来 那从那的时候我就常常回来了 是什么原因 让生活在恒春墾丁 与台东之本 两个素媚平生的青年 可以像青园般快速的相认 关于斯卡罗有个传说 这传说一般是指台东 支本社的北南族 陆续迁移到恒春半岛 以强大的巫术和武力 打败当地排湾族人 使得这群北南族人 成为恒春半岛上最有势力的家族 而在这之后 地方上一旦有任何部落会议 支本人都会被台上叫参与 所以排湾族人把支本人取名为 有被台者的意思 而关于斯卡罗名称由来的传说 在民间各种地方 也以不同故事传送着 以前找起荷兰人 到他们那里 我们北南族 我们日本的去帮他们打仗 使很多的原住民在那边 没有回来的就在那边通婚 这样啊 所以我们就是变成好朋友 因为打仗的时候 你们的年轻人 被那个铃铛有没有 跑跑跑跑 我们那里发生事情 找头目啊 头目就叫一票的人去 你们的年轻人就扛这个 这里的头目扛过去 我们的头目就在上面 我们的年轻人就从后面一直跑 要去出征了 走海滩一直走走走走走走到细海 我们就是卡罗卡罗 是卡罗不一样 斯卡罗一词 一直到日治时期的 藩族惯袭调查报告书中 才正式出现在历史文献上 而在这之前 包括清代文献 与李仙德等人 都未用斯卡罗 来描述这群在 恒川半岛的原住民 斯卡罗人日后因为长期 与排湾族人通婚 逐渐成为排湾化的悲难族 在语言和外表上 都已经看不出差异 我记得你自我介绍的时候 你就说你是罗法尼耀的 对 就是这一个 对 罗法尼耀这个家族它很大 阿龟吾那边也有 那我们那边的 你当初是怎么知道你是罗法尼耀的 不知道 然后不要跟我讲 我们哪一个是什么家族 所以是你去拼凑出来的家族 对 罗魅浩事件发生当时 斯卡罗家族仍维持数百年来的强盛势力 但谁也难以预料 罗魅浩事件会成为导火线 让恒川半岛长久以来的部落秩序 在未来逐渐瓦解 而李仙德正是其中一位关键人物 1869年2月28日 李仙德再次拜访TOKITOK 希望确认他们两人之间 男假之谋的口头协定是否依然有效 TOKITOK有一位懂汉语的弟弟 他向李仙德提议 把之前在出火的谈话内容写下来 这样万一原住民和传难者有误会时 对双方都会有帮助 我非常感激烈在这个意见 我曾经再次支持这些预问 无论和不公平 我也是想法丰厉的 我没有想法 因为头发挥的流量 在沿岛中的沙方 是非常容易 要不得这些秩序 那么公开 让所有国家的所有产典 认为各自合的图备 如何行动 时驱在沿岛 《南甲之盟》写成了中英文两种版本 由李仙德和TOKITO两方各自保管 内容要求船员在上岸前需要展开红旗 范围也仅限珠牢树港与大阪勒西 禁止上岸者拜访山丘和村庄 在这些条件之外登岸就要自求多福 如今在台湾 有些人把南甲之盟视为台湾与美国的第一个国际条约 但在学界中却有不同的解读 因为其实后来李仙德就是大力倡导所谓的翻地无主论 就当时他有点继承了西方种族主义的概念认为 所谓一个地方底上的人要有主权必须是一个文明化的人 他才有资格代表那个地方 那所谓的未开化未文明的野蛮人 是没有资格代表那个地方 也就是说那个地方就是所谓的无主地 所以以他的角度来看 即使左基督管辖部落并不是现在西方下的所谓主权国家 还不是一个文明化的地方 所以这种条约签下去是没有所谓的国际法效力 在这种条件里的国家的国家里 presentation 也在这个条件上 dzięki 总是由于在联系上 cont时 在这个条件下的时期间 但是他们在联系上 那么时期间 让这条件就开始存在 我们的条件的概念 在这条件下来 在这条件下来 如果一个条件下来 用法定是必要出现的 harus出现到 英国 法定人 作為那種類型的態度 在他的《名牌》中文字的《Legendre》 名稱在《了解法文》中文字幕提供的《法律》 讀法文字幕提供了 這就是一種類型的《法律》 並不被法律的《法律》中文字幕提供了 完成协约后 李仙德特地送了 TOKITOK许多贵重的礼物 这些话听来意味深长 或许TOKITOK希望双方都可以坚守承诺 他答应不让十八社人 再伤害西方传难者 李仙德也不应该再用战争威胁他们 就让罗妹号事件引起的风波到此平息 但是三年后 李仙德再度来台拜访TOKITOK 却发现这份南甲之盟的写约陷入了危机 猪牢树溪出海口的沙滩 如今是台湾著名的冲浪胜地 若以现代人习以为常的海难救助观念 来看待过去人著名攻击传难者的事件 可能会感到非常恐惑 因为十九世纪当时 人民的财产观念 与和现代人不同 像英国他们会有一种观念就是说 海上漂的东西那是一个天上送来的礼物 可是英国也有一部分他认为就是说 海漂物来的时候说有一定的比例 我可以去享受 那台湾的话 这个地方来讲也是一样 船难的发生同时也带来大量的物资 对沿海居民来说 是一个获得珍惜资源的机会 考古学者郭素秋老师认为 原住民以国外钱币作为陪葬品的举动 应该含有收藏 炫富 凸显地位等目的 因此可能造成了原住民减食 交易海上漂流物的动机之一 回顾出火的谈判 Tokito的说法是 过去曾发生古阿洛社被白人击尽灭族的事件 出于复仇与自卫的立场 他们才会杀害这些误闯社狱的罗妹号船员 而早在1627年 首位由荷兰来台传教的甘志士牧师 跟原住民有许多直接相处的经验 他曾记载古阿洛人的另一面 嗯 看姿势 他只有提到古阿洛之外 还有提到别的原住民部落 是 那边部落非常的多 对 然后他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描述 形容只是非常诚实跟友善 对 对 对 所以我在拍这部纪录片的时候 也会想说为什么 印象会转变 就从17世纪出荷兰人统治 一直到19世纪的记录 200年间到底在台湾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恐怕就是了解居民 我们必须摆在心上的一个切入点 而设顶当地 至今同样流传一个年代不祥 全村几乎被外国军队灭族的传说 最后的纪录像是大纪录 这是因为怎样才会没有人 不知道是这个日本人 还是这个暗门纪录 就要来拍这个纪录 清纪起来也没得到 这个纪录的纪录 他就利用英诗 叫那个纪录的纪录 起来 所以什么纪录 没有路 早期在纪录 找到纪录录 他找到纪录的纪录 他就是纪录的纪录 一直用一直闻起来 整年来的纪录都在睡 我们应是才有台家说 纪录的纪录 去到底山寮 这两个没有台庭 这还团队后再来 现在纪录录就切 不切纪录 纪录录的纪录 古阿鲁的历史其实并不是像一般人想象的 它是一个很凶残的部落 我个人比较会把它看成是一个海洋民族 它生活的领域就是被海洋报超 世界的变迁对它是有影响的 海泉没有兴起 它可能可以在这里只跟边边的人往来 可是海泉一兴起之后就麻烦了 所以龟子立人会去讲一个故事 以前大船来了以后 他们会放小船进入我们的部落 假设我们的壮丁都不在 他就把我们的女人抓走 扫插乳类这个事情就来了 而这样子的讲法是泰勒记录下来的 就是后来的那个灯塔守成岩 那泰勒不是只有记录这个部落的这种讲法 其他地方也有这种讲法 那我们就要想一下 海洋民族他是不是看到人就杀 还是说他是累积过去的一些很不好的记忆 罗妹号事件悲剧的发生 究竟是古阿鲁人为了减食船员的物资 还是保卫自己的家园 他们究竟在海边是如何交涉 仍有待未来进一步的考究 1872年3月 是李仙德第八次 也是最后一次来台 他从廊教湾入港 越过车城 舍寮 宝利 再抵达侯动舍 这里若再向东走 就是舍马里舍的势力范围 李仙德雇佣的汉人苦力 因害怕而趁机逃走 他改为雇佣客家苦力 才得以入山 李仙德往东的路线 大约是今天恒川到港载的 县道200号 李仙德站在制高点上 第一次看见了台湾东面的海 他在舍马里舍住了一晚 并在离开前 与舍马里人拍了一张合照 在合照前 摄影师李康业 先向南方拍了一张风景照 李仙德是这么看的 这些拍摄者会显示 最值得的 在困难中的困难 在困难中的困难 这些困难中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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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仙德虽然与原住民保持交好 但仍然持续在台搜集各种情资 盘算着可能的军事行动 而这张照片 恰好证明了 舍马里舍位置的重要证据 本片的拍摄团队 在田野调查时 无意间在罗峰寺 拍下了这张照片 恰巧与找到的史料照片 有着相同的背景 于是我们又回到罗峰寺 交叉比对去寻找实际地点 这个拍摄地点 位于满中乡永靖村 罗峰寺前方约200公尺的农地 猪老宿舍 主要分布在今天满洲乡的礼德村 主要分布在今天满洲乡的礼德村 在当地的丛林中 还隐藏着过去原住民 所居住的石屋遗址 根据李仙德的记录 Tokitok的住所 距离赦马里设 约两小时的路程 他的房子就在一条河流的出海口附近 李仙德等人设过那条河 爬上一条往右的山路 不久就会抵达这位大头目的家 另外一条 kicking 印详心 他曾經有的力量 但沒有人會聽到他 所以他非常擔心 這次會面 Toki Tok主動邀請李仙德 希望能延續之前簽訂的南甲之盟 而社馬里社的頭目伊薩 也陪同李仙德一起前往珠牢宿舍 當他們抵達時 Toki Tok正在外面 處理某些部落與谷阿魯社的紛爭 並未現身 李仙德一行人等候了約五個多小時 Toki Tok仍未出現 據說當時社馬里社的財力 比珠牢宿舍更強盛 而在前一天他們才跟谷阿魯社打過仗 伊薩見到李仙德的隊伍中 有些人焦慮不安的樣子 就把李仙德拉到一旁 透過番議員說 我沒有想到 我沒有想到 如果您做的,幻想要离开,您必须留下来 我们的团队是想要聪明聪明的 所以他们有问题,我们会留下来 李仙德怀疑伊萨嫉妒TOKITOK,刻意制造她的麻烦 我们的团队是在一起,我们的团队是在一起 我们的团队是在一起,我们的团队是在一起 有一些人在一起,他们也介绍了 我们需要房门,出去后,他们和习近期 contents 是我们的团队到我们,要住他 会员在是信念终,我们不是倫尊重了 mesi为本身关于我们终出,我们应该得到了 一位朋友们的团队并没有通过,我们以前人 在女体 expects美国人,他们感谢你 所以他投入一顶的榜费 Wizards 准费產性的维是因此 hope 我从一个人来说, 我想要用这种生理的东西 就像我一样的生理中, 我试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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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生理中, 我会吃饭了, 我们的朋友们在一起 我们的朋友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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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宴上 李仙德想测试 TOKITOK和Isa的关系 于是请他们合唱 歌词内容大致是 TOKITOK和Isa 团结有如兄弟 过来 中此 исп議 rooms 明镜 我不估计 我是 翠山 jesteśmy 正如 我們是 李仙德猜测 TOKITOK可能在谴责伊萨 不听她的劝告和古阿鲁人开战 也可能指古阿鲁人和阿美族人之间的不和 或是指1871年 琉球人发生传难后 被原住民杀害的事件 TOKITOK因为来不及干预 而感到非常抱歉 TOKITOK于这次会面的隔年去世 李仙德则在1872年12月 辞去美国驻厦门领事一职 并转任日本明治政府外交部顾问 李仙德将处理罗妹号事件的经历 包括与亲国官员 原住民交涉的经验 以及当地具有战略价值的风土民情 都提供给日本政府 成为出兵台湾计划的重要情报 针对1871年 琉球54名传难者 遭到原住民杀害的事件 李仙德向日本外务卿 副导总成建议 因为亲国认为 台湾藩人居住的地区 不属于亲国的版图 所以这个无主之地 日本可以趁机占领 所以李仙德 gives that idea t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I think what happens is Soejima picks that up and he decides to use it very aggressively At that point Le genre's power begins to decline So he continues to play a role as an advisor but his really important contribution is in protocol and showing people i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ow to keep records and how to engage in propaganda to influence foreign diplomats He's very good at teaching those practical lessons and how to use diplomatic power That's a mor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han any idea he gives them about Taiwan 1874年 日本明治政府以成兄为由 出兵台湾 攻打牡丹 高士佛 加之来等社的原住民 历史上称为牡丹社事件 When Kabayama Sukenori and Mizuno Jun visited southern台湾 only a couple of months before the expeditionary Japanese military force arrived Kabayama and Mizuno heard from a local Chinese resident that the agreement no longer had any force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is that Tokidok had died So clearly the people in the area believed that the agreement was between Tokidok and Le genre and in that sense it was a personal agreement rather than an agreement between political bodies Tokidok's power was declining in the area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villages farther up the mountains had never agreed to what Tokidok had said they actually strongly disagreed with it and they were beyond any control the agreement didn't fail so much as the agreement was much more limited than outsiders believed 在李仙德底下 桌奇独是代表18社就跟李仙德谈判 可是不代表他在18社 是類似一種統治者的地位 部落内部怎么样去看待南加之门 目前文现上无法得知 可能他对18社里面的部落來說 只是一个代表人去外面谈判而已 所以南加之门对外跟对内意義 可能是完全不一样 我的想法是这样 1867年 罗妹号事件所引发的无主之地争议 延烧到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 清国在恒川半岛统治的有效范围 持续引发争辩 裕军从南台湾撤退后 隔年清国决定将恒川射线 取消原有番界的限制 原本番界外的土地 一概化入行政区内 廊轿地区变成了恒川县 于是原本以18社原住民为主体的恒川半岛 转由清国介入管理 我觉得最鲜明的影响 就是在建成的时候 它把投动社迁到现在的三角那个地方 现在的所谓恒川镇西门那一带的那个活动社 然后迁到现在比较靠近在出火 还不到出火啦 在出火外围那边有个叫三角的地方 那这样子两边距离现在算起来差不多快一公里了 那等于是它建成的时候 它用国家力量的方式把这个社群移到另外一边去 那牡丹社事件之后 它跟硅脂绿社买地的那个样貌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当时因为没有国家力量在这个地方 所以那块土地是属于这一群原住民 所以它用钱去买那块地 然后用四个关键杯把它隔起来 告诉你说这是我大清的土地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盖灯塔 但是开山之后国家力量进入到这当地 要建这个横春城最大的状况就是把豪东社牵走 那也是它一个力量的展现 它国家力量的展现 虽然有南甲之盟的协议 但李先德从未放弃运用军事的力量 来保障西方船员在南甲海岸航行的安全 李先德其实希望 能直接在古阿鲁人的土地上 树立一座灯塔 并且进驻军队 每月派遣军舰在该海域巡回 而这个灯塔计划 最后由清国与英国合力完成 1875年 清国用100银两摆下古阿鲁社的土地 由英国人设计建筑 1881年动工新建 两年后 当时世界独一无二的武装型灯塔就此诞生 它构筑成炮垒形式 墙上布满了可对外设计的枪眼 四周挖有壕沟 屋顶有收集雨水的设计 地下有九座花岗岩蓄水塔 这些设计都是用来预防 古阿鲁人的侵袭与围困 一向给人强悍印象的古阿鲁人 为何竟然愿意卖掉自己的土地 还是一个代解的历史谜题 而灯塔一般给人希望与光明的形象 对古阿鲁人来说 反倒成为被迫迁移的历史起点 那灯塔那一部分 其实对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来讲 我更关心的是 灯塔建立以后对不漏的影响 灯塔还没有建立之前 整个Olympic半岛 都是硅脂绿人生活的空间 对于在恒春半岛的汉人 跟受欢移民来讲 硅脂绿色的墙汉 他们其实不太敢去惹它 然后现在就是有一个灯塔在这里 官方清廷也派军队 在建造的过程里面就派军队了 那对移民来讲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可以进去哦 所以在恒春城建立之前 就是清廷国家力量还没有进来 之前其实有一堆移民 从恒春半岛的西南部 就上去了 然后上去以后 他就是利用当地的习俗 他就是跟硅脂绿色的人说 我今天要来这里砍柴烧炭 那我给你礼物 那对于硅脂绿的头目来讲 没有问题啊 他本来就是这种交换关系嘛 可是他其实在做殖民了 因为他带来很多人 他带来的武器 那硅脂绿的头目发觉不对劲 双方就发生冲突了 可是毕竟硅脂绿的人太少 所以他失败了 那你第一次冲突失败了 往后就糟糕了 外力就进来了 外力进来以后 那硅脂绿的人怎么办 就退到设顶公园那一块去了 这次冲突破了 特别人 你不得了 不得好 第二次冲突破了 又是 很焦 自己的 若问起设顶当地的老人家 巴西的位置在哪里 他们会说 在墾丁国家森林游乐区里 林业试验所那一带 有的人也会说 巴西就是在排湾族巫师 执行技艺的地方 如今我们仍然可以轻易地发现 胡阿鲁人过去的生活痕迹 潘莱花阿嬷小时候 在北市和中都 也参加过两次五年纪的刺球仪式 向学的就是五年 就是该过年了 那这过年就是头哥 搓一支刺跌 再大口再两两支刺跌 欧康采来 这样去去 现在那竹子挂钉 去钉 钉扎钉扎钉扎 有挂一条刺去刺 刺到那粒球 刺到那竹子的梅里 那竹子的就要这么回来 潘莱花阿嬷 恰巧是五年纪活动的 最后见证者 之后 这项排湾族最重要的 祭典活动不再举办 而原住民文化示威的设顶 居民对于150年前的 罗妹号事件 还能记得多少呢 他们对这个 罗妹号的事件 他们没有了解 反而是对 北宝公主的传说 他们说了会比较传神 好像说过来 其实是真的啦 在墾丁大湾附近 有一座万英公寺 里头供奉一尊女性神像 当地人称之为巴宝公主 传说这位巴宝公主的身份 是一位十七世纪的荷兰公主 根据清末的恒春县制记载 同志年间有一艘外国商船 遭遇风暴 来自俄兰的一带 船上多名人员 包括一位外国女子 上岸后遭到古阿鲁人杀害 这名被杀的女子 是该国的公主 是该国的公主 这一本也这样 那一本也这样 那年代那些人都一千二冲 为什么那年代较近的 他们经验是没清澈 好时是他们搞乱 对啊 类似的故事在民间 有各式各样的版本 《汉莱花阿嬷》 小时候有个备丹的回忆 经过了八十年 记忆依旧鲜明地向我们诉说 那时我是差不多 北海高海 我去看到那时 是阿嬷睡在 里面有个人 好像说 看回家的一种 厨房 是我 眼睛用那条被杀起 眼睛叫做伯马鲁 我上岁我就问我妈妈 阿嬷她的杀起伯马鲁 很漂亮很漂亮 她说伯马鲁就是要 头上海 要去拋棄的時候 就是遇到這個小姐 是算美國人 美國公主 因為是坐著火海影 躍在海邊 那女生就說 我是女兒因為現身給她看 現她的丈夫是女兒給我看 說她不要跟她帶 這個人就是想帶她的十個小孩 想說她的皮疙瘩把她拿下來 那些皮疙瘩是像我們 青青的花子 像這支我那個藥石 那補底 白的 她的花子 三角落這樣 三角落一顆一顆 很漂亮 很好看 來回憶 她是頭目的後代 她的一個講法是說 這個東西應該是她叔叔 殺死杭特夫人所得到的 可是我是覺得 我們可能還要再釐清 因為傳說故事 或者是說因為部落沒有文字 常常口述歷史 時間點會弄錯 所以我們利用口述歷史的時候 其實是要經過辯證的 從廣東要往東北去的船 跑到我們鵝鵝鼻這件事情 就是莫名其妙 因為她碰到颶風 或碰到某些地方 沒有辦法掌控的狀態下 飄味人或什麼樣 來到這裡 來到這一代的時候 你還要想想我們在地的心態 她得要面臨海邊 不相比會有些這些樣的 一個大的船隻 跟不同面孔的人 來到這塊土地 那個事情發生的當下 你會這麼理智的 這麼清楚去瞭解這麼多嗎 當下你光是那個 你去想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做 如果我今天飄落到某個 我也會怕 可是今天如果我是原住民 你來我也是會提防你們 一樣 漢人在評價這個時候 等於說 你們這些不會打算 對不對 這個多好 取回來多好 都有錢 這是公主 你當下怎麼知道她是公主 你怎麼知道她是誰 你當下那個狀況究竟是怎樣 沒有人知道 後來這邊再說 我們根本不知道她是女的 然後這邊說 她明明知道她是女的 可是這個已經不是重點 可是她已經變成一個故事了嘛 一個口禪的一個 然後很多 你會看到很多東西 一直加上去的 到後來整個失焦就是 有點假新聞 在跟假新聞對話 重點 已經完全跑掉 而萬應公瓷旁 放著一艘船的殘骸 在地居民傳說 這就是當初荷蘭公主 所搭乘的船 但也有文史工作者推論 八寶公主可能是杭特夫人 所以這艘船海 應該和羅妹號有關 對 要下去海邊最方便的沙灘 跟抓魚的地方就是這裡 所以困難了 這裡叫做頭荷蘭 然後下來頭荷蘭之後 老人家還要找一塊東西 叫做魚災舊 就是每年的四月份 如果這麼快到那裡就頭 那個魚災就來了 而且那個魚災舊 那個旁邊就是 就是大家熟成八寶公主的那個 船的遺海的位置 就是在那個魚災舊 我們小時候就會在上面 跳來跳去在那上面玩 魚災舊了 就大概在這個區域範圍 魚災舊了 然後船那時候挖起來 就是大概在這個區域範圍 所以他們就直接順著這個頭 前夕拉上去 你小時候就有那些船嗎 有了 我也有了 你對有印象 對 我六七歲 就是有了 就有那些船嗎 對 你小時候有在那裡 比較老的 有你講過那些船的歷史嗎 沒有 那個以前也是有了 就有在那裡 就有在那裡 我阿嬤那些都爆了爆 我現在在那裡都八六七年了 興村貝更進一步告訴我們 這艘船的船體 其實有兩部分 分別在頭前夕的兩岸 這艘船的年代或種類 始終沒有做過完整的鑑定 早期當它還在沙灘時 居民會拿來當柴火燒 或是變賣船體上的金屬 大約三十多年前 這艘船被吊起來 放在廟旁工人觀賞 不幸發生一場火災 最終變成了現在的模樣 他要搭小船嘛 所以這個是他搭的小船 還是對不對 所以他不是當時觸駕那一艘 我要確認的就是這件事情 他看起來不會是那一艘 因為那一艘如果是 當時的技術的船隻 不會是這樣子 這應該是說 他們另外搭的小船 那小船可能就是在地的 您懂我意思嗎 或是說也許中國漢人那邊 可是無論如何一定是小船的概念 那可是小船你又如何能鎖定 就是當時他們做的那個小船 可是這個東西的比對 它的點在哪裡 包括它現在只剩幾根木頭 燒毀的 那你這個東西其實很常見 懂我意思 而且我們就在講 這海域 船隻一定是非常常見的 幾千年來其實都有船 四五千年 澎湖的感染石玄武岩 來到台南 高雄 屏東 我在恆春半島都還看到感染石玄武岩 你知道嗎 在四千多年的移植 我們還看得到來 從澎湖來的食材 他要怎麼去界定到 某人物跟某個事件 他還需要更積極的證據 羅法號事件絕對不會是第一期 海難者被殺害的事件 也不會是最後一期 在地人他一定會有一些故事的流傳 只是在傳說裡面 在傳說故事這樣子傳一代 接著一代在傳的時候 他可能會有一些不同的改變 不管是荷蘭公主 或者是杭特夫人 其實我覺得八寶公主 她的那個形象 我的看法就是她就是一個集合體 眾多女性遇難者的集合體 她並不是單單指向某一個人 這樣的一個傳說 到底她的真實性怎麼樣 目前我也沒有辦法去查證 信仰的信仰是慢慢慢慢養成的 那養成的過程當中會有曲折 會有創造者 然後會有追隨者 同時會有一個改編者 改編者的話 她又把當中的過程 把它做一個重新的解釋 因為解釋者本身就代表一種力量 她在這個社會裡面她具有先知 她在這個社會具有一個領導的功能 所以這個裡面牽得到很多很多的曲折 假如說我們以現代的一個結果論來看 我們沒有辦法去推測中間 只能夠就是說尊重自己的想法 因為歷史是受驚 你發生在你的周遭 你會記得比較深 那你如果帶到什麼樣子 那樣子我們是要記得清楚 對不對 那你發生在你的旁邊 你又沒有記得清楚 那這樣不是很好笑的 我以前對我含年會比較大 然後尋釘的 譬如說剛才說 那你還知道嗎 你們車丁這裡 有和美國人爭爭 她就說 你說什麼 老婆公主嗎 不是啦 老婆公主是荷蘭的 美國啦 美國還有這件事 沒有 我還問一下 沒有 沒有 我老婆說 沒有 我不知道 她是年代金的不知道 年代金的不知道 年代金的不知道 也許羅妹號事件 早已不在當地居民的記憶裡 也許羅妹號事件 而在喪失了排灣族的語言 傳統領域 以及記憶文化的設定 卻有個年輕人 在碎片化的歷史之間 努力拼湊自己的樣子 幾年紀的時刻 你知道嗎 沒問題 沒問題 國小有知道 那些桌子都不知道 國小就知道 對啊 那羅馬號呢 羅馬號 羅馬號 那有夠買了 羅馬號是 在我 我在最近的時候 我們知道 兩位是 跟有關的歷史 都看 我們真的知道 那時候 比較年輕 其實我還不知道 我不敢確定我是不是 因為 他就問我有一個 他那個應該是阿美族 他說 你哪一族的 我說我不是 你不是 你不是 我說對啊 不是 當華納是很丟臉嗎 你為什麼不敢承認 我看你的臉 我就知道你是華納的 你還不承認哪一族 黑皮哥出生在中度的聚落 他的膚色比家人都黑 從小常被同學 朋友隨口叫華納 他也會懷疑 自己是不是排灣族的 古阿魯人 但是一直得不到家人證實 而這個困惑 一直到27歲那年 才由他的大伯揭曉答案 他說 我的阿伯他很故意 他沒事 喂 華納小子 你要去哪裡 他說我不是華納 他說 是 你回去問你老婆 我是不是華納 他就回去 他就哭著回去 我媽媽就說 不是啦 你不是的 你不要聽阿伯我別說 所以後來我就不大在意 因為我習慣了 到哪裡 他說 欸華納小子 對不對 同學啦什麼的 會這樣子 後來我有一次 我就跟我的伯父 我們在喝酒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 今天一定要講清楚 到底是不是華納 你一定要給我一個清楚 不要讓我一直在那邊 是不是 是不是 他說是啦 但是 你不要以為你小時候 住那個古阿倫那邊 然後你就以為你是社頂 你不是 你是在那個 二三母家那邊 扭卵下的 後來我去 附贈那邊去查 我就真的跟他講 那我就知道 他沒有變 我是真的 這 曾阿川 他娶這個 潘氏甘娘 就是 他媽是誰 他那邊的人 日本時代 他是認為他是誰 所以其實事實上 在某一個程度來講 你們是 龍藩社跟 瑟馬里社的合體 如果只看阿公這邊的話 那你看不出收藩 但是如果你要去追 說自己是不是 原住民就是往上追 那目前看到的就是 不管是你的阿公 還是你的阿嬤 都有收藩的協同 在日本時期的戶籍藤本中 是以父系來認定 兒女的種族類別 而黑皮哥父親的阿嬤 和外婆 都是被登記為 收藩的斯卡羅人 所以到了黑皮哥 前兩代的長輩 種族籃都變成了 辅老人或廣籍人 黑皮哥外公的祖先 來自臨邊放鎖 在日本時代 遷居到墾丁 他與社寮的 土生阿 同樣都有祭拜 甘阿神的老祖信仰 所以黑皮哥的母親 也很有可能 是馬卡道的平埔族人 馬卡道的平埔族人 排灣族的古阿魯社 斯卡羅的龍鸾社 悲南族的芝本社 從黑皮哥27歲開啟的尋根之旅中 都一一形成自己的家鄉 黑皮哥的家族系譜 就像恆春半島複雜族群流動的縮影 黑皮哥身上流動的 雖然不是古阿魯人的血脈 但他始終是射頂的孩子 不要種芒果 這段路走起來就很舒服 對啊 他們 你看 都把他們忘在山上 就是想要回去老家這樣啊 然後給祖先們看一下 說我來了 你們的孩子沒有忘記你們的 在台灣歷史中 拉米號事件 在台灣歷史中 成为国家力量进入恒川半岛前夕的关键事件 此后经历不同政权交替 都让原住民逐渐失去自主性 文化与认同消逝 造就了现在恒川半岛原住民所身处的复杂情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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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